眼看小雪火焰在車內不斷燃燒 消防員全副武裝 手中拿著一台銀色機器 手心意意推到車輛下方 確認擺放完成秒速退到好幾公尺外 瞬間發出碰的一聲 這聲響代表機器順利刺破電池 利用靜置鋁灌水替電動車滅火 搶救火警就是在跟時間賽跑 台北市警局去年底採購 全國第一組電動車電池滅火系統 有別於以往 大多是利用靜生灌水和滅火毯 選擇使用更安全的方式撲滅火式 過去因為沒有辦法有效的 直接攻擊到鋰電池 有效的降溫 所以通常要超過7個小時 要10噸以上的水 我們需要的人跟車都不用這麼多 那因為人也不用接近他 可以離大概8公尺左右的距離 做遠距離的對滅火動作 隨著使用的習慣不同 現在是越來越多人在開電動車 像是一人臨近 就開著電動車載著兒子 發生了致壯的事故 當時是震驚了社會大眾 超越一處的客運維修站 也發生了7輛車的電動車火警 也讓外界是越來越關注 到底應該要怎麼滅火 電動車會起火 幾乎都是電池出狀況 離電池一旦燃燒 會釋放出大量的化學物質 除了對收房員來說 身體危害更大 這些化學物質 也成了決定滅火方式的主要因素 最主要滅火方式還是用水來降溫 因為燃燒的三要素 就是可燃物 助燃物跟熱源 那可燃物離電池 我們沒有辦法移除 那助燃物氧氣 它在做化學反應的時候 會自洗生成氧氣 所以沒有辦法用 自洗的方式來滅火 所以只有第三個移除熱源 為了讓消防員 能更加理解電動車的構造 還有滅火的機制 消防局也為此聘請了 電動車廠的工程師和講師 再加上實車講解 進行教育訓練 這套電動車穿磁滅火裝置 不過僅僅是為了 減少勤務中出動的人車 在這麼危險的工作環境下 也讓辛苦的救火英雄 人身安全更有保障